许多人对于台湾道路的环境 大多是认为车辆的驾驶是不离让行人 也因此被冠上了行人地狱的恶民 不过警方也提醒了民众 走路千万要随时留意路况 台北市大安区就有两名过马路的女子 竟然都是边走路边滑手机 结果其中一名富人就疑似是未注意到前方的状况 直接撞上了计程车的车身来跌倒受伤 来紧急送医治疗 风和日丽的午后 小黄驾驶沿着延吉街废铁道由北往南 一名年轻妹妹悠悠栽呆的边低头 滑手机边过马路 幸好汶奖车速不快 加上保持安全距离惊险过关 但隔了几秒再过马路的这名富人 就没有这么幸运 直接撞车跌倒弹飞送医急救 富人未走在行人穿越道上 疑似未注意前方的状况 引小客车意味保持安全间隔 致富人撞上引小客车右侧车身 倒地后肢体多处插错伤 送活泰医院诊治 详细造势因素 已送交通警察大队鉴定分析中 警方提醒驾驶 车辆若行进入口应该领让行人先走 不超速不逼车不抢快 行人过马路时也要走行人穿越道 并依照红绿灯号指示 千万不能东张西望或是滑手机 营造安全交通环境 为了落实执行警察局 加强高风险对象 交通事故防治计划专案工作 警方针对车辆不领让行人 行人违规 车辆行驶人行道 以及人行道违规停车等等项目 加强执法取缔 统计到今年5月底 共取缔10877件交通违规 与去年同期相比 车辆不领让行人取缔增加了174件 行人违规取缔增加224件 车辆行驶人行道取缔增加182件 人行道违规停车取缔增加了1057件 为了洗脱行人地狱恶民 警方宣示展现嚇阻交通违规 保障用路人安全 静则不参用 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建构友善的无障碍交通环境 台北市交通局在台北好行APP 来提供了市场者专属的使用界面 来放大的字体来搭配语音辅助功能 不但是能自动触发路口有声的号制 还能预约大公车来通报的服务 10世以来使用者的满意度是高达了97 市场者行经十字路口时 开启手机台北好行APP 自动触发有声号制 暴读行人剩余秒数 过马路更安全 想搭公车还能透过APP发出搭乘讯息 接着只要在定位点等候 司机到站后还会帮忙引导上下车 让市场者出门更便利 市场者以前都不敢搭公车 那现在有这个例例说 现在可以掌握公车的状况 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坐计程车 不敢发示目前也是很涌现 所以公车的部分 这个APP开发了之后 还蛮对我们蛮有帮助的 有了我们的系统之后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现在秒数有多少 然后硬体方面的话 我们有警示砖 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快到路口了 我们有定位点告诉我们定位点 我们已经站到我们可以过马路的起始点 为了建构友善无障碍交通环境 台北市交通局在台北好行APP 提供视障者专属使用界面 放大的字体搭配语音辅助功能 可以查询双北约600条公车路线 到站时间 不但能增加日常外出可及范围 也大幅改善交通移动的便利性 我们的色彩对比度是提高的 我们的字体变大 那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 用视障者他们在操作的 最简便的流程 来做一个操作的设计 车子进站的时候 就那个灯号就一直在闪 司机朋友就知道说 前一站有视障朋友要搭公车 自动触发有声号制 及乘车通报服务 实施以来 使用者满意度高达97.5% 今年底前将增加到15处入口 29条公车路线 约983辆公车提供服务 持续精进台北市交通 及行人运入环境 记者游湘婷 台北测访不到 国人平均的寿命是越来越长 如何活得健康就相对的重要 而为了鼓励引发长辈 多走出家门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就规划了一系列的乐龄课程 来教长者来做养生餐 还有健康操 还动手来做艾草抱枕 希望可以透过一点感官的刺激 来训练长辈们的协调性 而同时来增加人际互动 延缓老化 平均就可以 长者手拿针线 仔细密封枕头套 再塞进棉花和艾草 一棵专属的艾草抱枕 轻松完成 还能品尝艾草花茶 提升精气神 手做课程训练手眼协调 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 认识新朋友 已经退休很久了 没事嘛 就来这边学很多很精彩的东西 有炒饭啊 生菜沙拉 然后有做手做的东西 有健康操都有 补偿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为了家庭为了工作 没有办法达成的兴趣这样子 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多多学习 长辈们其实还能出来学习的 都还算是很健康的 那所以呢 我们通常大概都会提醒他说 要继续保持学习啊 然后都出来走走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营法族善用退休时光 参与乐灵学习 身体才会越动越健康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规划一系列乐灵课程 结合佛教六镜 色身香味触法 开启新的感官体验 邀请专业讲师 带大家做健康餐和运动 学习养生秘诀 那我们希望透过就是香草 园艺的这样子一个疗愈 来提升我们长者 身心的一个健康 长者他们可以来自己动手 动脑 然后呢 不会老是都关在家里 迎接高龄社会 如何让长辈们健康老化 是国际关注的议题 除了重视引法福利外 最重要的是鼓励长者 多走出家门 维持多一点人际互动 透过刺激感官 烟欢老化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因为疫情的影响 新区健康服务中心是睽違了三年 再次举办了2023 得天独厚 与众不同 长者健康的体能派对 来设计不同的节目关卡 来让老人可以接此来走出家门 参与活动 也能感受到社区内的温暖 跟着治疗师的步骤伸起手背 先向左转再向右转 再伸长手臂向外延伸 也顺便伸展后背 这些难度不高 在椅子上就可以做的动作 目的也是让长者能够动动筋骨 延环老化 好玩 好玩 很好玩 非常愉快 非常好玩 全地护理师有月小姐护理师 有组长 还有那个爱美护理师 特别好 都有待遇 服务会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希望老人家 只要他能够自己动手做 尽量是帮忙 尽量是自己来 那当然我们也考虑到 长辈可能有一些照顾的需求 那所以我们也特别的 邀请了我们的辖区的高中生 那一起来跟长辈一起来互动 新医区健康服务中心 回味三年 特别举办2023得天独厚 与众不同长者健康体能派对 邀请辖区内近百位长者与家属 来到广池卫福大楼 参与各式小摊位的活动 特别是疫情 他们大概都不敢出门 都待在家里面 那这个其实对长辈来讲 是相当的不利的 所以我们特别在疫情之后 就邀请他们能够走出家门 参加社区的活动 除了健康评估与检测 还有南港社大易检设 协助长者剪头发 特别医学大学的 骨质密度检测 制约服务推广中心的学生 带长者玩健身环游戏等等 让长辈们度过有趣的一天 也希望借此 让他们感受到社区的温暖 进而走出家门与社区互动 这条话长报道 近年全球性的健康意识抬头 而男性的保养也成为了关注的议题 而国内医疗设备公司 就结合了台大生医团队 来研发了一款专属的训练机 来透过意志触觉的传导 来帮助调控敏感程度 来延长伴侣幸福的时间 并且来邀请了两性情绪资商师 雪兰芳博士来做代言 以专业的医疗设备 来协助男性朋友保持最佳状态 一定要有医师的诊断跟治疗之后 再来使用你这东西 那其他的没有问题的人 为什么要使用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问题才可以使用 这是需要强调的一点 一开头就提醒广大的男性 若有性功能障碍问题 经过医师诊断及治疗后 才能够使用相关的训练器材产品 近年来男性机能保养成为关注议题 医疗设备公司 吸手台大生医团队研发出一款 DPN G9训练器 透过抑制触觉传导 帮助调控敏感程度 延长伴侣间的幸福时刻 那主要是因为它有全球最新的专利技术 那我想瑞科医疗秉持着我们是引领最新的 医疗科技的精神 所以我们代理的这个DPN G9训练器 希望它能够在市场上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台大生医电机所博士林维佐表示 高频微电流技术在医美生活领域 遭已使用多年 像是低周波电疗及微电流美容仪器 都是应用范围 这次引进物理式延迟训练器 相较口服 涂抹等方式 具备了非入侵及非化学性的两大优势 像是电疗的仪器啊 或者是说那种美容仪 这些东西其实他们都是用电流的东西 那高频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是 它能够让使用者可以减少很多不适感 所以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市面上 它有它的独特性 而且它其实是市场已经有 蛮多东西是有类似这种电流的设备这样子 目前这项产品已在各大电商平台上架 预计第三季在全国联锁药局上市 不但获得全球高科技专利 更邀请两性专家许兰芳博士代言 让南京保养市场增添新选择 记者陈敏伦 猜榜报导 最后一起来关心各地有什么互动讯息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